二八连续假期第二天天气还不错 玉里复里也出现了车潮和人潮 不过玉里几分局不敢大意 针对辖区一拥塞路段也编排了交通定点疏导缸 配合机动巡逻情物规划交通疏导还有管制 二八连续假期第二天天气都还不错 玉里复里也出现了车潮以及人潮 不过玉里分局不敢大意 针对辖区容易拥塞路段编排交通定点疏导缸 配合机动巡逻情物规划交通疏导以及管制 可能比较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台九台三十线 以及我们复里295K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复里农特产中心 它有一个稻草装置艺术的一个展示 那这部分可能车辆会比较多 那这边也呼吁驾驶朋友 本局长陈慧文说 一锅二八连续假期车潮高峰是10点到6点 并且假期结束返回北部车潮比较多 请民众要遵守交通规则 并且要听从交通远景疏导的作为 出游时应该避开容易发生拥塞的时段及路段 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掌握路况 也透过华联线警察局脸书设置的回栏交安粉丝页 查询或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一地交通选唱 记者高松双运气阵采访报道